時而世逆 填掛六三 積六無如 陳英讓位享榮華 填掛第三項六三 積六無如 唯入於臨中 君子己不如寫 黃麟 如是古代管理三林水里的官員 麟 根控段語之一 有困難不辱的意思 這支牙的意思是 追逐野鹿 但就沒有立官帶領 這樣只能被困於三林裏面 君子拆枝幾微 前往有困難 就不如放棄 添得你之牙 有自知之明 見機行事 無得助手幫忙 或者領導的支持 自己又不擅長 放棄不去做 不密碼分別的人才 硬要造成某件事 事情非但不會成功 還會帶來栽救 秦末他們是陳英 被推舉為王 她自知不是領導人才 所以推辭 可以說明這隻牙的牙耳 陳英 小時候就處於道德品行的修養 為人一樣誠信謹慎 在縣裏面有名望 秦朝末年做東洋縣 即是現在安徽天祥縣的令史 在縣裏面被專稱為長者 秦朝末年天日大亂 陳姓吳港揭軍起義 天下四處響應 一班少年英雄自發組織隊伍 罪了兩萬人 殺了個願令舉起反巡的議期 他們訪後陳姓清王 在東洋縣立王建朝 擁立陳英為王 用青根果頭 名為蒼頭軍 以區別其他軍隊 陳英的媽媽堅決反對 他跟陳英說 我做了一位陳家媳婦之後 都未聽過你早上有個地位顯赤的人 今天突然得到這麼大的聲望 恐怕不太好的事情 不如歸赴他人 事情成功了 動開封口 事情失敗了 走路容易一點 陳英聽到媽媽的話 就不敢稱王 他跟布夏說 漢氏西代遺章 在楚國有名望 現在要舉大事 將稅一定要有這些人才行 我們依靠有名望西族 一定可以消滅布巡 漢氏知道 陳英已經攻克了東洋 派出使者 要與陳英聯合共同西津 陳英在這時候 將部隊交給漢氏統帥 巡以西二年 即是前2808年 漢氏罵洪心為楚懷王 陳英任上署國封五元 漢氏死了之後 陳英隨著漢宇徵戰 漢宇死了之後 陳英投降漢朝 平定御章浙江 漢高了六年 即公元前二801年 十二月甲生 封堂一後 封地六百湖 陳英後來做了楚懸王的丞相 食一增加到一千八百湖 功臣排行八十六 陳英受封堂一後十八年之後 公元前183年去世 是安後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貧雄並起 做六問頂的時候 之所進退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想自立為王 甚至得到天下 不過王為得過 難以知六死誰守 天時地利人和 有能力的 大多埋沒除百草 時不利是 楚霸王漢羽 最終是烏光自民 權力令人腐化 自願交出權力 不居人下 有好大勇氣的 亦有自知之明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和福難料 陳英知道能力和勢力 都不及漢家軍 日後兩軍對戰 必敗無疑 所以提早歸父 陳英的選擇 和劉邦是相反的 結果劉邦以弱性強 統一天下 世事無如果 只能說是時勢做英雄 在家裏 很多事都不是個人能力 可以解決得到 這個時候 就是尋求專家提供協作 分析專家意見 謀定移動 才可以順利解決問題 不懂彈識 剛僻自用 只會讓成災禍 在職場 有領導能力 和協助領導能力 相互相成 就像台前幕後 互相合作 沒有說誰強過誰 需要領導能力的職位 比協助領導能力的職位 少很多 如果自知 沒有領導才能 做協助角色更好 領導 好像流水一樣 經常更換 協助領導 無論誰做領導 都需要他們 是最安穩 有一展所在職位 在國家 領導人 沒有領導能力 在一個大災難 最終會在台馬聲中下台 這類領導人 如果自知之明 應該將領導權 交給領導能力的人 自己 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 這樣對國家 對自己 都有好處 多謝 好 多謝